有一個人跟我說他要出家 我說這好事啊 師傅出家要怎樣 出家那要怎樣 你出家你就煩惱出家的事 不要煩惱這種事 你就煩惱出家在怎麼想 那些事都改過了 應潤而解 如果說你事先在那邊擔心 沒辦法 所以念下來 未來心不可得 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也不可得 現在做完這樣就好了 就保持在這個狀態 所以回家講的是 覺醒對智無明 這個覺醒一點都不困難 天天打開黑暗就不去了 你若瞭解漫漫的真相 都是暫時的假的 幻化的 沒有自生的 不過是一個暫時的虐步 包括打拼 包括快樂 那都是一個感受 這個感受的本體也是空性 無色受想行事 所以意思是 包括你眼睛所看的 無眼而彼此的深意 無眼見乃至無意識見 不要相信 你的感覺 你要常常跟自己講 所以我認為慢慢各位就 經常念習 你就不會緊張 不會插插 不會煩惱 你就主宰了 主宰是來自於訪 但是我們主宰還不夠了 我們要怎麼 讓眾生也都主宰 所以我們念乎為眾生的念 我們持久觀衆中心都變阿彌陀佛 世界都變淨透 你要把它轉 這個世界 一個人是有百萬世代 用葡萄心 整個世界都淨化 所以風吹來不開心嗎 剛好睡了 很涼 沒有壓力 不要給自己壓力 所以佛陀叫我們一個月要六天 要讓你走口按口 管你什麼天大的事情 我現在要念阿彌陀佛 我就專心問你 這是我的天性 我很喜歡我這樣 雖然我每天很多人告訴我 緊接那種快樂的事情要跟他說 都會有環漏的問題給我 但是當然我會盡力的 我怎麼盡力 很多事情我根本不了解 但是我很平靜 佛會加持我 然後呢 因為我談的是佛法 我絕對沒有失心 沒有壞心 但是自然好像都對對方有用 這個有用 我也覺得不可思議 因為我只是一念好心 甚至悲心 你既然講這個問題 我就提出我的看法 但是我這個看法是 按照佛的看法 所以自然好像對對方就有用 所以就不要有壓力 而不是說我在表演 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但是如果我所知道的 那我就會像水龍頭一樣的 盡力的告訴你 所以 因為 慢慢的你會覺得說 往來 你只要放下無所求 你的佛性會源源不斷的跑出來 這個佛性佛也會加持 你只要對忽虜信心 但是你有用佛陀的悲心 那佛性就展露出來 你自然有話跟對方說 而且說的話能夠對峙對方的問題 所以我想 我今天要說的是 各位 我們都老了 差不多了 你還要開始想改革未來 不要再想想世間 世間 雖然盡力 我們也沒有說不盡力 對不對 你不可能叫台灣人 大家都吃菜 就算台灣都吃菜 哇 日本也沒在吃菜 但是呢 你到每個地方 就顯現一個清涼自在 一個悲心 所以一個有慈悲心的人 世界都會被他影響 那你要保護好 那這個慈悲心 是來自於你無所求 接受一切 接受萬法的變化 這種的空性 這種清淨心 然後對方生起一個滋鼻心 然後一心急救佛來加持 我用一個清淨心 煮鼻心 來替你念悠蘇酒 來替你念阿彌陀佛 這件公司要發財 發財真好啊 先不要講對方對錯了 先讓你發財 才讓你學佛跟我說 對不對 然後我也這個清淨心悲心 求準提菩薩加持 求財神加持 希望你發財 而且你發財以後 我們有一個願力 希望你發財以後 你還要信任苦 真正貴以散步 所以你盡力就好 但是外在的人事物 你隨緣 我經常要觀想這幾遍 90歲的老頭 無所求 然後希望是必然的 但是現在結個緣 因為現在我們不是度對方 透過佛的加持 我們的動機很好 然後來跟對方結緣 那哪一天你成佛了 你有究竟圓滿的方法 來把眾生的生死問題 八分幾百都給他解決 對生和死 不管你做什麼 要財事都沒問題 要財事的問題也是空性 所以忽略力量 要財事都消一切 好多小一切 好多我們今天叫你祈改 祈改是一種自我的力量 這是我們自己做的 界定會 他說你越好的 祈改 清淨 越好的發心 就讓三寶的加持 將來過生活 所以我現在 本來各位一本 你也要來 用慈悲過生活 別用歡樂 別用嫁狗 我們來發完 我們大家都來簽約 想要想去拔一下 你要簽約 想要跟我們每人拔一下 你要發願 所以你說哎呦做不到 不會啦 這個相批也是假的 這個脾氣不要 這是什麼故事 那都是 你如果願意發願 你如果願意去做 都做得到 眾生皆可成佛 你就不要說 我不行我不行 當然啦 業障很重啦 習氣很重啦 沒有辦法意思改啦 但是敬善的人 不是太困難 所以我們從今天開始 什麼都隨便 因為一切都緩緩 但是我們盡力慈悲 這樣就好了 所以萬事萬物 都是我們受傷的作用 那我們現在 我們來看看 最重要的重點 剛才說的 什麼是無名 既然我們要說快樂 你一定要了解 什麼是不對的 沒有智慧的 請翻到 226頁 所有的痛苦 才是輪迴 輪迴就代表變化 人家的身體 人家的路地 人家的健康 人家的痛苦 這都是輪迴 這個輪迴 這個輪迴的根源是什麼 還會我們的重點 要把它抓到 所以 這裡有什麼 對應 無名是輪迴的創死者 輪迴就是苦 原來我們修行的目的就是斷無名 所以 為什麼要讀心經 研究心經 聽過法 所以 我在無名當中 就像 住在堅固的鐵牢中 比世俗任何的監獄都可怕 而且無法脫逃 所以還要抓住 所以 原來我來修行 就是要開智慧 斷除無名 那為了要斷除無名 所以 我要戒定慧 戒改 修神經 看清楚 了解 不然 你如果說 你怕你如果沒有正在正見 像我師父常跟我說 喔 海濤啊 你現在最重要了 你一定要有正知正見 然後我說師父 你要聽聽我有沒有正知正見 如果沒有 你要叫我趕快回家 所以 那如果 我有正知正見 你要 讓我去弘法就沒問題啊 因為我們很怕不了解自己啊 所以各位 至少我們相信因果是正知正見 至少我們認為 出離心是正知正見 至少我們也知道 大背心 關心眾生 那雖然大背心也不能夠離開 世間的因果 好 雖然大背心也不能有所執著 那你得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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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好 好 所以各位要無明滅即行滅 那 什麼是明 什麼是無明 你就要有這種的三法印的關照 這個事情要看清楚 然後 對外面的了解 趕快把他對自己的了解 我現在在起心動念 那個就是無明 這個人又在起無明 在起無明 這樣啦 所以各位 在看一個法書 好 看一個受刑者 他在處理事情 在講話 看是他世界的 這種的 公民 的地匪 親信 嚴重 好的動機 這是聖地性 那這個人雖然在起伏時 在做 佛教的事情做很多 他是在萬祝自己的欲望 萬祝自己的孫心 我們有一個 公立的接觸 這個對 那個不對 那你要遂理 你來萬利惡地性 不然你就去抓去 所以 如果 受刑的抓去 就是要消滅無明 不然你隱瞞在聖世裡面 對 那為什麼消滅無明 我跟我們講 我們現在有怕你這樣 下禮貪欲 慢慢想到 這四人 後四人 那麼 這都是一個輪迴 所以呢 不要再去接著 這四人的快樂 後四人的快樂 那輪迴一切 都是 痛苦不少的 不是快樂 所以 要漸漸放 當然各位這點 要去練習 後來的人 要過一些散事的生活 像各位這點 想北冠災 在家裡 跟開心的人 要漸漸過一個單調的生活 所以我們在操場 在西瓜 打坐聽呼呼呼 在思議這點的事情 所以 現在沒有我們想要回鄉 自備 從財旗回鄉到現在 先把他交叉 一直把他回鄉 就是這樣做念 不是只有對著 我們所有人類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所有人的翁身者 所有的力度重心 我們不接著這四人 這四人 這四人背後 鼻心 雖然我們在做很多事情 並了知一切法 自信空 一切法 它是火 它是草 它是刀 但是 它都是減死的 像這個刀 它用這個布蓋住的 那其實 蓋住的 你就不要說它是茶 這是茶 它是用布蓋住的 你不能叫它騙去 一切法都是減死存在的 所以 自信空就是 根本就沒有這個 自信這種東西存在 一切都是犯法 這個梯子 可能可以用一兩百年 但是 究竟它也是會暖 會瓦掉 但這個地方用得不錯 後來我們要記得 我們要用就是 這手 條和手 同樣看起來很自然 電視機器也很漂亮 頂頭還有風在吹 雖然沒有涼 看著頂頭也很涼 所以 這個建設不錯 但是你要不要看 這是一個講習的方便 我們是為了版話學 我們是為了打籃球 所以希望來這邊 打籃球的同學們 永遠健康 來這邊打籃球得到我們 所修的功德 還要升起悲心 所以 了解一切法 都沒有永遠存在 永遠的破片 永遠的艱苦 這個人 這個人如果沒有了解這個 我 我 愛他愛到要死 我愛他愛到要死 我要抓條條 我沒有要離開他 我要得到這個地位 哎呀 你又叫做白條 你又艱苦了 你又不自由 放下自由 沒有接觸 這是真的快樂 不是擁有才是快樂 不是改變別人是快樂 我們是改變自己去接受對方 所以一定要記得喔 我自己去打變 這是我的招 我小招就好了 慘悲了 今天就沒有我去打變了 老闆打變我好 念好了 我健康 我繼續做生死 沒辦法 我要來記錄世界了 所以 你不要去拜天 第二 不擊潰煩惱 別無真正的勝利 別一句 千萬不要做阿修羅 阿修羅 我要贏給你 我要比你更厲害 所以 你沒辦法親給自己的煩惱 你會跟人比得好啊 所以同樣我們都是修行人 大家不要比有錢沒錢啊 自在沒煩惱 這是一個基本 看到別人起煩惱 我們來慈悲 希望他轉念 所以各位 你不要對風啊 但是你會影響對風 你看到對風的煩惱 阿彌陀佛 我請求阿彌陀佛 今年的我的心 我現在沒煩惱 我要幫助對風 我在那沒煩惱的心態裡面 生了自閉心 將阿彌陀佛的活念轉去對風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這個回憶 我們大家都相信 但是你相信念著有效 結果你沒相信念人有效 所以各位呢 人家都在去煩惱 你不用跟他講 你就去拜訓 回憶 因為你替人家念切片心經 全心念 最好回憶 所有的孩子都不要煩惱 我的孩子也不要煩惱 因為你不要煩惱 你就辦法改變你 改轉化 所以各位一定要 我們自己去煩惱 探親戚 五萬七度 難怪 不管 反正讓你難怪的都叫做煩惱 讓你覺得 我一定要有所求的 那一拜拿的都是煩惱 你一定要給你短讀 這短讀煩惱 我告訴你 哪有什麼煩惱的存在 煩惱的本體也是煩惱的 你要去對敵 對敵 不要聽話去煩惱 所以第三 相信不真實 違反真相的東西 就是在自己的內心 創造困境 創造監獄一樣 所以這個世間 你一定要了解 這個世間 沒有真實存在 一切都是 人氣無悟 心空的 沒有那個英文的 兄弟 沒有那個英文不變的 所以不能違反空性 所以你如果說 我得到這裡是快樂 我得到這裡是快樂 你又不明白了 給你做歌 給你做主旗 給你做好好的人 你這個人 這個都不明白了 因為你覺得 你拿到了 會能怎麼樣嗎 那這樣你內心更痛苦 那你內心更痛苦 那你就煩惱多 煩惱多 你怎麼有佛法呢 而且你也幫不了別人 所以如果 懷有違反諸法真相的期望 當事與願為時 尋常的現象 也會變成困境 所以各位要了解一切 接受一切 但是千萬不要去追求那些 會變化的假的 所以 永恆的愛情 永恆的地位 永恆的平靜 沒有了 這些事件 你當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你唯有內心裡面 順其自然 允許他發生 接受他的變化 不要跟他抗拒 反正有辛苦 就會打拼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 過去都有做一個夾 打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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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你的作品 這個困境 變成 讓你去了解自己 唱歌自己 所以各位 不要去有幻想 所以第四 在幻覺所在的地方 認知幻覺 就可以發現真理 這句話很困難 當然有一個不健康的生活 叫做無名 貪情詩 你以為那是快樂 那是痛苦 那是負傷 那是貴 你很愛拜負 很怕貴 負的本體也是空性 貴的本體也是空性 但是你喜歡看佛 不喜歡看鬼 親民這 我們親家怎麼問到我們老爸 我們老爸辛苦 很辛苦 要欠人錢 我們老爸是怎樣 你不是說他去救世界 那不是你老爸 財總經有說到 掃墓節啊 重要的日子 你的雷脚的北部作生 完全借助 他也要來替你討論 他知道你要做公益 他如果沒發作你老爸 來跟你說你會幫他做公益 所以你不用擔心你的老爸已經沒問題了 但是你要迴供 迴供你這個 夢中的老爸 跟你猶豫的借助 所以財總經說 跟我們念三遍財總經 念七遍財總經 會用這樣就好了 你不要怕 也不是說那我爸爸下地獄 爸爸下地獄 多少眾生在地獄 你都沒在差別了 你只要知道有地獄 我們就每天努力就對了 然後他化作這個幻化的東西 來切你 那你就對他慈悲 這樣就好了 所以各位呢 發生什麼事情 你給他看清楚 所以我們小時候過火車道 老師都會叫我們停聽看 你們說我給衝進去 我給弄就回家 就是說不管什麼樣的現象 感受來了 冷靜冷靜 判斷 所以有時候 有人要替你抬 你要想說 聽一下 我如果那個虐步要向你抬 你也不好 我如果沒有那個虐步要向你抬 那我不用怕 這叫做冷靜 所以你真的很主宰 好 但是你如果沒有這個很主宰 這種的地負的觀角 還要擁有習慣 所以你一定要常常要閃收 不可能我們特別百萬聖都這麼多人 你見面六聖日 這今天是你的修行日 你今天要進入阿羅漢的生活 進入菩薩的心 你就好好的去思維佛法 看父親也好 拜訓也好 各種方法 讓你進入修行的心態 然後你就會看清楚真相 你老你就不會那麼煩惱 不然你一世人 為了那件事在煩惱 為了年輕人在幫忙在擁抱 所以我常常都聽到這個 師傅這樣講講講開始考 我說什麼事 我想也知道他們家有外遇 多久了二十年 二十年了 你還放在心上 他對不起我 他出軌 他現在又沒出軌 這就是因為他出軌 他現在才會對你好笨 但是他這個出軌是你的問題 你嫁什麼也一樣 你也沒消業障 但是你不要覺得這個東西是怎麼痛苦 因為你已經懂佛法了 你懂佛法了 你的希望是在極樂世界 是在來世 是在當下 你不要一直排斥這個東西 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分析自己 到底現在是什麼念頭 神明電視台的存在 神明電視台的存在 也願大家都互持生命電視台 也願大家都互持生命電視台 互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互名生命文化基金會 大家好 我是經濟部部長王美花 因應COVID-19防疫管理 提醒你前往百貨賣場 及美容媒體場館 務必配合食鏈制及個人衛生防護措施 百貨賣場業者加強用餐區安全防疫距離 廁所、電梯及手扶梯等 要定期消毒清潔 到美容媒體場所消費 請民眾提早預約 方便店家掌控人數 美容媒體人員提供臉部美容服務時 要用阻隔飛沫的頭臉部防護箱 使用後確實將儀器消毒 或更換一次性不知不知 間隔15分鐘後 才給下一個客人使用 政府和業者會共同落實防疫 打造安心的消費環境 三昧法水洗成垢 累世冤夜皆消除 2021年10月1日 是封蓮花生大事殊聖功德日 善刑與惡刑成十萬倍 慈悲置業依然大悲觀音道場 特別恭請果慈法師及原通四僧眾 帶領大眾拜慈悲三昧水燦法會 法會開始 由佛教慈悲置業基金會 吳秀慧執行長等眾代表 恭敬地引擎果慈法師主法 慈悲三昧水燦 說明各種罪過可能發生的火爆 更揭示眾生罪業產生的原因 其實眾生不再造作種種的業因 此燦法盛行千年不退 各地僧俗無不管為熏修禮燦 或自修燦悔或用以共修 操見類似冤親眷術 是漢傳佛教重視的一部燦法 果慈法師在開示中表示 感恩今天殊聖的姻緣 讓大家共聚一堂拜三昧水燦 同時勉勵大眾 該如何用功與精進 今天我們有這麼殊聖的姻緣 大家共聚一堂來這裡拜三昧水燦 在拜燦之前我想先跟大家把這個水燦的姻緣 以及我們要注意的事項如何的用功 先跟大家做個簡單的介紹 希望今天我們三場上卷中卷下卷 三場的拜燦 在之前我都希望能夠利用15分鐘到20分鐘左右 來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 我們該要的一個說明 讓你知道我們應該為什麼要拜燦 它能夠發揮什麼樣的功德 讓你能夠在修行的菩提道路上 你能夠比較順利 這次在這裡要先跟大家報告 下午大眾持續禮拜三昧水燦 圓滿之際接著進行猛山詩石 祈願今日虔誠禮拜 眾等皆能發起真誠的情景心 以三昧法水洗去我們累劫的成購 更由衷一派透過慈悲三昧水燦的禮拜 恳請十方諸佛一切行聖 為我們洗心革面做垂健 透過誠心的懺悔竭盡身心 消災滅罪得入妙中沿海 佛教慈悲之夜依然采訪報道 善用慈悲的能量 修行佛法應該要讓心變得非常敏感 就是不忍眾生苦 由於慈悲心的驅使 我們對於任何生命 一切眾生 一點也不願意讓他們受苦受難 就像每個孩子 都是父母心頭上的一塊肉一樣 永遠是絕對的細心呵護 心清靜則眾生清靜 眾生清靜則世界清靜 當我們內心沒有煩惱 自我與對立 只懷有慈悲奉獻與智慧時 就是淨化了一切負面的情緒 極了淨土也就永遠存在於我們心中 一分清靜即是一分淨土 十分清靜即是十分淨土 我們不必要求他人對待我如何 相反的應該檢視自己對待他人如何 當我們是永遠忍讓 永遠慈悲 永遠付出的對待一切生命時 所得到的回應 也將會是正面與善意的 光明的人生應該由我們自己積極製造 生活的目的就是為了散播慈悲 以及佛陀的法音 活著就是為了修行 就是為了推動道德良知 以及佛陀正法 這也才是生活的目的 也是一種責任 不要在自私地只為自己而活 應該學著為他人的福祉而活 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 是由眾生的共业所成 是由於眾生的心念、行為 而形成所謂的世界 如果希望世界更美好 唯一方法就是 依靠眾生的善念與善行才能成就 眾生共同的清靜、共同的慈悲 將能轉變我們的世界 使之更趨於良善與美好 當有人欺負我們的時候 我們很自然地會以憤怒、稱恨的力量來壓制他 這種以憤怒、稱恨等力量作為保護與防衛 其實是相當愚笨的做法 真正能夠作為我們依靠與保護的力量 唯有無私的大慈悲心而已 一顆調柔的心就是世界的珍寶 因為調是指調伏 就是善於調伏煩惱、控制欲望 柔則是指大悲心 慈悟一切眾生、適度有情 能擁有一顆調柔的心 才是人間的無上至寶 眾生的歸一處 當內心充滿慈悲的力量時 即使遇到困難與逆境 也會轉換這些負面力量 使之朝向正面與光明 無私的慈悲心 就像一雙帶領我們自由飛翔的美麗翅膀